本期视频您将看到 日式作呆卧 奢华凉便当 神奇钓鱼佬 抽象大铁桥 好的各位早上生活晚上好 我是虾 欢迎来到星宫站 不是那个星宫站 那个星宫站在北京大兴 这个星宫站在河阁山县 如果今天出现在这里的是北京大兴的星宫站 那我怀里应该还抱着俩西瓜才对 星宫市位于记忆半岛最南边 河阁山县和三重县交界的位置 属于那种经典的日式的写作市的村 2020年全市人口只有27000人 应该是比在座部分观众居住的小区人口 还要少一些 我们今天就要从这个地方 搭乘一列观光特辑列车 沿着河阁山县的海岸县 绕整个记忆半岛都大半圈 途经大阪 最终抵达终点京都 全程316公里 如果是乘坐普通的黑潮号特辑的话 只需要不到5个小时 但是我们的车要在路上晃荡11个小时 平均速度28.7公里每小时 相比之下 6419之类的没空调的老绿皮 都能算得上是高铁 至于为什么这张特辑这么急 各位很快就会明白了 今天我们要搭乘的 就是这组深蓝色的 West Express银河号特辑列车 这组车由一组 之前在大阪跑通前的 177电力路车组改造而来 列车制造于1980年 2020年时被改造成现在的样子 全列编组六节 其中头尾的 1车和6车为无动力拖车 睡觉的话噪音会小一些 其余车厢为带电机的动力车 电机是从1980年 深受日本拍车奥的喜爱 不过如果是夜行卧铺的话 可能就要给乘客 带来过于难忘的体验了 银河其实主要开行的是 J27日本管内的夜行卧铺列车 所以车里有几款 不同样式的卧铺 我们这档属于比较少见的 白天行程 更适合观光 普通117系的方向幕 用的是一卷幕布 后边放根灯管的形式 但是银河在改造时 换了一个看上去 特别像幕布的电子屏 取得了一个非常神奇的效果 和四地岛一样 不论您的座位或铺位 在几号车 银河都需要从四号车 参车的车门处上车 我的朋友抢到了六号车的包厢 但是我的座位在一号车 所以上车之后 我们俩就要往不同的方向拐了 四号车整洁 都是可以自由活动的参车 名叫游星 还起了个非常艺术的英文名 You Say 三号车有两个家庭房 适合亲子出游 不过家庭房和过道间的墙壁 是这种中空的 类似百叶窗一样的结构 隔音不能说完全没有 只能说一点都无 前面是被称为 Reclining Cito的二等座席 只能说我是不会想在这种东西上 做十一个小时的 再往前是名为明星的小休息区 有一张桌子和几个圆凳 二号车为女性专用车 男士无法预定这辆车厢的席位 但是可以路过 这节车厢一半是硬卧 但只有两层 另一半是和刚才三车一样的二等座 但是把一套换成了粉色 再往前有女性专用更衣室 银河开夜行时 女性乘客可以安心在里面换衣服 一车二车端面附近是洗手间 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说 而一车是被称为 First Class Seat的高级座席 也是我这次预定了席位 具体细节我们一会儿发车之后再聊 早上9点50分 银河号乘着上午温暖的阳光 准时从新宫站发车 沿气时本现象难行进 发车时新宫站的站务们 在站台上挥着小旗送行 虽然只是对这种高级观光车的例行公事 但还是能感觉到他们口罩后面的笑容非常惨 星宫站在稍微靠内陆一点的位置 但是猎尸出战后 没几分钟就能开到海边 所以现在 欢迎来到 美丽的太平洋 星宫站在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的座位 这里是一车,这个东西叫一种座好像是 这边有一张桌子 后面这里是一些充电桌子 然后在这儿的话,这个桌子的后仰角度是无法调节的 但是一半,它其实可以调节 只不过它可能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种调节的方法 这里有一个方法说,我们扒它,好吧,下来 是的,这后面还有一点点 那么对面的椅子也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地方呢,其实在夜行的时候 它会给你布置成一张狂 把两边的东西放下来 所以这边它在这里面掩护的这个窗帘 这个相当于是日本的一种比较传统的卧带座的形式 或者说坐带卧 这两边确实没有小桌子 比那种那么大一张桌子 还要小桌子还是有点儿有点儿风陨 所以这上面的房型和这个地方 不过这里呢,晚上我们的光照 那个里面会有点儿 差不多就可以了 这里是泰地站 我们的列车是观光列车 所以中间会有很多长时间停站 车站也会有一些招待,称为Omotenashi 我本以为泰地就是个普通的海边小镇 直到我看到车站里面摆摊卖的东西 大量的鲸鱼制品 还有一些鲸鱼主题的周边 我好像明白这个镇的主要业务是什么了 后来查了一下 纪录片里的那个海豚湾就在这附近 想到这里,还是有点不舒服 车站门口的油桶还专门漆成了蓝色 上面放了一个做成游地员形象的鲸鱼 就还蛮讽刺的 这个包厢是我朋友抢到的 所以我们就能看看它是什么样的 这里面大家看的现在好像是一个沙发 但是这个一辈儿 这里有个扶手而已 所以这个车在夜行的时候 它要直接把这个地方铺成一张床 但是呢,这个包厢呢 相当于是空间利用率上的考虑吧 这个床是斜的 可以看到,右边这里有个切角 稍微有一点点别扭 这边的话,这边是一些充电的插座 这里是,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座位 这个车有车载WiFi 但是这个WiFi的稳定性吧 怎么说呢 这个WiFi接入后 需要在一个网站注册才能使用 但问题就是 WiFi接入后 这个网站半天没有反应 你如果直接退出吧 又变成4G了 偏偏我的流量套餐还爆了杯限速 4G基本上就属于那种勉勉强强 能发出一段文字的速度 下载一张照片要三分钟 不过只要想想这里是日本 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WiFi 都能搞得如此稀烂了 毕竟日本呢 令人昏厥的IT产业 什么活都能给你整出来 当你觉得这个bug 已经过于离谱时 这意味着你很快就能见到 更加离谱的bug了 举个例子 这个车的车票 网上和窗口都无法购买 只能打电话预定 并且你要口述解释所有的信息 我们打了半个多小时的电话 才把票定下来 作为对比 我记得08年奥运会的时候 就已经可以在网上 订奥运会的门票了 说回WiFi的使用感受 我只能说 此次拍摄 锤炼了作者在陌生地域 复杂电磁环境下 执行任务的能力 训练了作者 在通信失效条件下 与队友协同配合的技能 为将来参加更加极端的拍摄任务 打消了坚持的基础 这边是一车的洗手池 你看到阿阿阿有飞灶 这边是195万60克兹的电 这边有个帘子 如果你抹过来的话 会有点脸 不喜欢被扣子 这个声音啊 收回去倒是还挺不易 就是这边差不多是这样的 我们来到国币 蓝色黄色 二台门 里面的盒差不多是这样 墙上也没什么东西 都不一样 还是有无理 学压系还是很对他们自己家车的 那么丁性有质 发厕所 没辆灯 空灯 一下 这里 这里好了 我们说明他特别的强盾 婴儿椅的使用说明 然后婴儿椅在下面 像这种婴儿椅 这肯定是比885的那个铁皮都比较成多 携手池 快线 快线 紧接呼叫 像二指指的条路之间 两个 八口 但是 这个里面 没有看到那些 路纸墙的通风 这个通风 给的风味还挺猛 但是坐下里面有镜子 差不多就这样 哇 我现在整个人被李鑫楼给甩 贴了墙 即使本县的这一段区间是单线 所以我们时不时就要停下来会让对象来车 这里是古作战 现在对面进来的是一组刷成熊猫脸的287系电力流动车组 担当的是新大阪开往新宫的黑潮号特级列车 虽然正脸是个熊猫 但实际上是名为smile adventure train的彩绘 什么动物都有 并不能算是熊猫专列 虽然说这个熊猫车也像成都局的熊猫专列一样保留了列车的原色吧 我们其实前一天就是一大扫坐这种车抵达了新宫 后面我也会出一期熊猫车的视频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列车在串本站停了20分钟 我们下去抓了点点心上来 午饭的便当也被送上了车 这些点心作为开胃小菜还是不错的 尤其是这个团子 非常松软 非常新鲜 非常美味 但是这个草莓大福就有点神奇了 一块草莓像肉夹馍里面的肘子一样被夹在切开的糯米团子中间 长相上就非常的有创意 但是吃起来的话 就 怎么说 你能尝出来草莓是品质很好的新鲜草莓 糯米团子也是用心做的 但是这两个东西放在一块就完全不搭 二者的味道就像两个摔跤运动员一样在嘴里打架 和调和二字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 午饭便当使用的是本地的食材 里面带了一张菜单 介绍这一盒子每一样都是什么 我考虑到这个车的摇晃 为了避免晕车 我们还是直接吃吧 整个便当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右下角那几块黑色的金枪鱼 使用的是禁忌大学人工养殖书来的蓝旗金枪鱼 加入糖味淋和酱油炖煮 吃起来完全没有鱼的感觉 反而更像是牛肉 非常新鲜非常美味 虽然还是留点柴 排第二的是左上角的柿子 又脆又甜 让我想起了以前在北京秋天去摘柿子的时光 整个便当看着没多少东西 但实际上真的能吃饱 日本有些便当就是这样 看着没多少 但最后能吃顶 我以前在长饮那边吃过一个 全部使用本地的山货做的便当 个头不大 但是可能是山里的东西都比较管饱吧 到最后真的是硬塞才全都吃下去 不管怎么说 这次的午饭便当 我非常满意 吃得很舒服 这里是周餐健站 我们要在这停一个小时15分钟 之前发的导览介绍上直接写了 如果想的话可以找个温泉浴场去泡泡 不过我们是没这个打算 今天是星期三 然后这站叫周餐健 嗯 它不叫周三健 雖然说今天是星期三 然后呢 应该是排图的原因 然后我们要在这个地方 停一个小时15分钟 估计是图擠不下还是怎么办 总之呢 我们现在准备去海边转一点 像这种停站的话 你是可以出来 在这个车站外边 转悠转悠 阴天了 没有阳光直射的海有点发灰 景色也就这样了 不过或许可以去围观一下那边这钓鱼了 我们仍未得知那天大爷到底钓了多久 我们看到的只是大爷差不多每90秒就能上一条鱼 基本就是我们还在赌下一条鱼是过三分钟还是五分钟上的时候 大爷就已经把下一条鱼拉上来了 说真的要不是亲眼见到我怎么也不会相信钓鱼能这么快就上鱼 不过我敢保证 那天我确实没在那边发现有潜水员 回车站的路上我们还发现了一家神奇的餐馆 不是那个北京饭店 那个北京饭店在长安街 这个北京饭店在日本村里 如果今天出现在这儿的是长安街的那个北京饭店 那我肯定得进去点个松鼠鲑鱼 说的我也想吃松鼠鲑鱼了 有那么一刻我甚至在想 能不能回去找大爷要朝鱼回来手搓 只能说是太久没回家了呀 刚才跟城武员宣认 我哥们这个坐后边就是没有人上来 所以我现在开始出床了 刚才我们在白宾停了一下 不过那里除了这个过于抽象的熊猫椅子之外 就没什么东西了 后面的一个休息站是记忆填边 这里有本地的中学生们带来的特色乐器表演探琴 本地的名产之一是金属一样硬的背长探 可以拿来当乐器桥 但是背长探一旦受潮就没法演奏 所以需要频繁的调音和更换探班 也正因为这里是背长探的产地 所以才能演奏其他地方看来非常奢侈的乐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吧 总之我们今天应该是没法在这买到新鲜椰子和椰汁了 也没有文昌G可吃 海南市2020年的人口只有48000人 但是看着外面的建筑和之前的沿路的城镇相比 这里真的算得上是大城市了 这个鸭嘴兽是JR西日本的吉祥物 和JR东的企鹅地位相当 关西地区基本全都是这个鸭嘴兽 企鹅的存在感基本就和乐器薯片里的空气差不多 不过旁边这幅画却是有两把刷子 虽然这个17系的形状有那么一点点像东风4C吧 车站贝雷的门口有个摊在出售银河的周边纪念品 各位可以看看你有没有什么看上的 我抓了个马克杯 这个图案我非常喜欢 顺便右上角那个660日元的毛巾包深得我心 于是继三赖子限定毛巾之后 我的柜子里就多了一条银河限定毛巾 不知道第三条毛巾会是什么扯的 各位可以在弹簿里下注猜一猜 晚饭的便当在合格山站装车 看起来比中午的要简单一些 GoPro的画质有点糊 我们换一张照片上来 和午饭一样 这个便当使用的依旧是本地的食材 味道也不错 就是这个量实在是有点少 京都下车之后 我们几个又跑去补了一顿炸猪排 不得不说 饭还是热的好吃 晚饭后列车就进入了比较繁忙的地区 停车接待自然是没有了 我们的特级列车慢慢往大阪晃悠 时不时找个站停下来 被后面的快速列车踩一下 观光车还是比较讲究车票效益的 相比一路狂奔 赶到终点各回各家 观光车即便极大化车票效益 也不会有什么人有怨言 其实我也是 这张床虽然是拼街的 但是非常舒服 躺在床上欣赏外面的夜景 实在是这个繁忙的年底难得的休息 列车正向着终点行进 我们也即将迎来这一年的终点 这一年感觉好像一直忙忙碌碌 但又很充实 几次远程外拍虽然强度很大 但是有效提升了 从策划到拍摄到剪辑的一连串技术 还感受到了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 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 我曾经怀疑过 我到底有没有真的那么喜欢拍火车 但是每次拍摄的筋疲力尽的时候 还能充满热情 每次精雕细琢出一篇文案之后的成就感 以及看着这两年成片质量不断进步的欣慰 我能感受到 我依然热爱着跑火车 依然热爱着做视频 我觉得我很幸福 至少我现在还能为我热爱的东西奋斗 并且正在为之奋斗着 虽然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 但是 谁知道的 从新宫出发11个小时后 欢迎来到终点京都站 这11个小时的旅程 让我们看到了意料之外的风景 尝到了未曾接触过的美食 用这样一期视频 结束这一年不能说完美 但是我还蛮喜欢的 感谢一路上帖的工作人员的服务与协助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如果喜欢的话不妨点赞投币 三连关注一波 你的支持会帮助我 产出更多更好的视频 时间不早吧 那就晚安 我们明年见